你见过这样的人吗?去相亲头上还插着根棒棒糖,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她是哪个神经病医院跑出来的?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部剧是关于两个女人之间的故事,由安田成美和钟森明菜主演,首播于1992年。 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人却成了一生命运羁绊的姐妹。 故事的主人公叫香板优美子,是个家境优渥的独生女。 她在图书馆工作,性格温柔保守,循规蹈矩,是一名典型的乖乖女。 但也正是因为这种性格的关系,导致她做事情总是过于顾虑别人的感受。 面对路边推销的死缠烂打,心里就算很抗拒,最终也只能被迫停下来听一听。 所以,优美子很羡慕另一边的由钟森明菜饰演的岳岛康纳。 因为同样面对推销的纠缠,康纳可以直截了当地表示拒绝,还顺手把对方递过来填表的笔,用来给自己掉色的高跟鞋补补漆。 这种随意又张扬的个性,优美子内心总有一股冲动想要学习,以至于她看康纳离开的身影久久不愿离去。 优美子今年已经25岁了,因为她母亲走得早,为了女儿能够安定下来,也为她的未来考虑。 优美子的爸爸希望她能够尽快找到一个好归宿,于是为她安排了相亲对象。 可是,第二天去相亲的路上下起了大雨,这让穿着和服的优美子显得有点狼狈。 而且,因为下雨的关系,大部分的出租车已经载有客人,好不容易等到了一辆,正准备上车,却又被突然冒出来的女人截足先登了。 优美子只好再把伞撑开,看着远去的出租车露出了一脸无奈。 可出租车开走没多久又到了回来,并打开了车门,优美子觉得对方很眼熟,车里的康纳就让她赶紧上车,别磨磨蹭蹭了。 在车里吞云土雾的康纳打量着身着和服的优美子,就在被打量的有些局促时,司机就提醒车内进烟,烟瘾超大的康纳只好拿出棒棒糖代替。 接着,优美子发现,和服的手袖被夹在了车门之外,等她让司机停车把手袖拉回来之后,手袖已经湿透了,康纳在一旁幸灾乐祸,笑话她是不是去参加什么角色扮演? 优美子没有回应,在看到康纳掉漆的鞋跟之后,终于确认她就是上次街上碰到的女人。 到了乡亲的酒店,优美子下车要付自己的那一份车费时,康纳也不知道为什么跟着跑了出来,还夸了几句挺可爱之后,就又坐进车里出发了。 酒店里的姑姑陪着相亲对象,世村一言,向优美子的迟道做了一下解释,好不容易等到她口中的侄女出现,这个把优美子带大的姑姑却巴不得不认识,因为除了一身狼狈之外,侄女头上还顶着个棒棒糖,最后还是经过相亲对象的提醒才发现。 回家之后,姑姑批评她竟然搞成这副模样去相亲,很容易被误会是不喜欢对方而故意的,对方条件不错又是医生,要是谈成了,还可以继承优美子父亲的衣钵。 说急了又不小心提起优美子那不愿意想起的往事,虽然知道姑姑是真心想让自己幸福,但唯独那件事她实在是不想提起。 而另一头的康纳也有她的烦恼,别看她现在一脸轻松的逗邻居小孩,其实她已经几个月没有交房租,房东婆婆每次催租她就躲着不出,为什么会如此落魄呢? 康纳从小被父母抛弃,现在的她是一名小剧团训练的舞者,经常找各种机会去试镜出道,可是至今都没有人要她,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在居酒屋打工。 一同打工的卓郎曾是一名暴走卒,与康纳读书时就认识,一直喜欢康纳,但康纳只是把她当兄弟,因为康纳真正喜欢的是剧团编剧《村上一野》。 平常很开放的康纳,见到村上就会格外紧张,借一起抽烟的时间与她聊聊天,还要准备小抄才能找到话题。 村上梦想导演一部自己亲手编剧的舞台剧,但就像康纳始终无法出道一样,村上也一直郁郁不得志。 尤美子的相亲对象世村特意到图书馆约尤美子共进晚餐,打算弥补上次的遗憾。 尤美子有些意外,没想到上次见过她狼狈的样子,对方还会对她有兴趣。 在去赴约的路上,一辆机车驶过,路过的小狗受伤了,尤美子看着不知道该怎么办,一辆小车驶了过来,下车的村上简单问了下情况,就把小狗抱起往车里跑。 尤美子被一起叫上车,可是村上的小破车有点破,车门关了几次都关不上, 还是要车主亲自来两下才搞定。 到了医院治疗之后,小狗没有答案,医生以为尤美子是小狗的主人,把小狗喊作悠悠。 尤美子很尴尬,因为事情并不是这样的,但村上本来是以为她出来遛狗出的意外。 这一下村上只能暂时收留小狗了,因为尤美子所住的公寓不允许。 之后,尤美子赴约,可是没聊几句,市村就表示,有急诊,先要离开了。 市村承认今晚还要在医院当职,可是当时见到尤美子之后,她就忍不住当场邀约。 虽然刚见面对方就要离开有些意外,但听了市村的话后,尤美子又有点小窃喜。 原本的约会提前结束,尤美子只好逛逛影像店。 恰好又遇到了那个超有个性的小姐姐,于是她就忍不住暗中观察起来,还顺便看到两个高中生正在偷窃。 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康纳正在与两个学生前后脚离开时,门口的警报响了起来,店员就立刻把康纳拦了下来,而且见康纳死不承认,还叫上了帮手,准备把她拖到店里搜身。 尤美子站了出来,证明不是她偷的东西,才让这次的事件平息。 为了感谢尤美子,康纳送了她几张光碟,就在康纳再次道谢准备离开,尤美子把她叫住了,把上次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车费给了康纳。 康纳被搞得一脸莫名其妙,尤美子还以为她嫌少,又拿出了一张,结果康纳是根本想不起尤美子是谁。 到了打工的店里,一进门,老板和卓郎就吐槽起来,康纳是不是又准备白吃白喝,直到看到她身边的客人,态度才改变了。 从来没有来过居酒屋,优美子稍显局促,卓郎夸她长得好看,还请她吃康纳最爱的烤麻雀。 康纳吃得津津有味,她却看着有些反胃。 几杯酒下肚之后,康纳看着优美子的名片,想起了读书时经常到图书馆睡觉的画面,略显怀念,接着在火柴盒上写上了自己的联系方式,让已经不胜酒历的优美子以后有事就找她,算是正式认识了。 看着身材还没有优美子高的康纳,艰难地背着优美子,卓郎建议换她来背吧,康纳给她来了一脚,表示拒绝。 不像自己这种没有人要的家伙,绝对不能让卓郎乱摸。 路边一群暴走族经过,卓郎不禁回忆起她和康纳的青春时光,但康纳只觉得丢人不要再提了。 还没说完,优美子屁股着地,痛了个半醒,卓郎也不客气,直接问康纳想不想要结婚安定下来。 这样没有希望的跳舞下去,连公寓租金都付不起,又有什么意义? 康纳自知她这种无父无母,没学历又没背景的女人,不会有男人想要娶她,所以她才不会轻易放弃。 因为这是她一直所坚持的价值所在。 卓郎看着偏将的康纳欲言又止。 康纳夫妻已经差不多行酒的优美子,到了附近的广场坐一坐,她感谢优美子今天的帮助,因为她从上学时就被当成了不良少女,都已经习惯了。 要是今天没有优美子帮她说话,她其实都懒得去解释了,她今天到店里去就是为了下次试镜选配乐的,即便她知道在别人眼里她的梦想是可笑的。 优美子听完康纳所说的,却不是这么认为的,反而羡慕她能有清晰的目标,不像自己已经25岁了,什么梦想和不梦想的,已经想都不敢去想了。 对于这样的想法,康纳不敢沟通,因为事实上没有人规定过,人多少岁了就应该干多少岁的事,说着说着就跳了起来。 对于康纳来说再熟悉不过的基本功,却把优美子深深地感动。 优美子从未想过,眼前这一幕,以及康纳这个人,将深深影响她以后的处世和性格,并成为了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优美子表示,从今夜起就是康纳的粉丝,搞得一贯放得开的康纳都不好意思,附近传来一声笛声,就在康纳嫌弃对方吹得太烂,优美子就忍不住跟着唱起来。 第二天一早,优美子先行醒来,发现和康纳睡在同一张床上,而且被子下的她已经拖得金光。 不由自主地向康纳投去疑惑的目光,康纳随即说她还好意思。 昨晚把优美子送回家后,她就开始闲热,拦都拦不住,自己就拖了个光光了。 昨晚太累没发现,康纳现在才发觉,这个公寓真不赖,怀疑优美子会不会被保养了。 正确实在吗? 一定会同意。 优美子父亲让女儿好好考虑介绍到相亲对象,希望她能放松心情走出之前的阴影。 还没说完,门铃就响了起来。 是康纳提着大包小包来道,看到优美子父亲之后,误会她就是包养优美子的中年男。 接着,一脸理解的模样让她好好珍惜,又不断地阻止想要解释的优美子不用介意。 直到看到递过来的名片,康纳才结束了她的自言自语。 父亲离开后,趁康纳去洗澡,游美子发现她还准备了牙刷,才反应过来康纳准备在这里常住。 沐浴好的康纳表示,这么好的公寓一个人住太可惜了。 游美子这么乖乖女,有她这么个经验丰富的伙伴同住,想必很有安全感。 游美子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回应,父亲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除了交代相亲的事,还想确定下,她什么时候交了这么个朋友。 别看康纳的脸皮后,也仅仅是她的保护色而已,都这么说了,她也有自知之明。 是她太把酒后发生的事当真了,现在也只不过是酒醒后恢复的理智。 于是康纳在借宿一夜之后,第二天一大早就先行离开了,只留下了一张纸条感谢招待。 上班的游美子有些心不在焉,还没等她将这个烦恼解决,市村的妈妈就找上了她。 市村妈妈没有拐弯抹角,明说调查过了游美子的过去,发现了她高中时曾经剁过胎的事实, 让她忘记和市村相亲这回事,她可舍不得让她的宝贝儿子被说什么闲言碎语。 这曾经已经慢慢淡忘的伤疤再次被人这么揭开,游美子渐渐有些自暴自弃起来, 淋了一场雨导致发烧感冒体力不支,于是她想起了康纳,找到了她的联系方式。 康纳二话不说冒着大雨跑去买药,好不容易用她的大嗓门把药买到后, 整晚都在忙前忙后地照顾游美子,想着这傻丫头肯定是遇到了什么事情, 不然也不会去做淋雨这种傻事。 一夜过去,游美子好了许多,喝着康纳做的酱茶,说了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 除了被拒绝,最重要的是被提起了想忘记的事。 越想忘记越显得在意,康纳也分享了自己的过去, 她从小被父母抛弃,但她从不逃避这个事实, 她就是要为了自己直面被抛弃的事实,也要好好地活下去, 她的明天和后天都是为了自己而活的,而不是别人口中的闲言碎语。 康纳的坚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游美子, 就在康纳让其好好休息,她还有事出去时, 游美子却撒起了娇,让她唱上次的朋友之歌哄她睡觉。 康纳害羞拒绝,但随着对方先唱了起来, 康纳也不由自主地跟着唱起来。 直到觉得她睡着了,康纳才悄悄地离开, 虽然有些不舍,但终归已经功成身退了, 是应该要离开了, 可刚刚走到半路,游美子就追了上来。 害怕她再次着凉,康纳丢下了自行车就跑了过去, 还没等她多说两句,游美子就递过了手中的钥匙, 正式邀请康纳搬过来一起住, 而被邀请的康纳别提有多高兴。 但是不久后,游美子就有点后悔做了这么个决定, 因为自从康纳正式搬过来两周之后, 原本每天听着古典乐, 平静又舒适的早晨就充满了重金属的嘈杂, 只因康纳患有严重的末期起床困难症。 音响家闹钟在家优美子的人工叫醒, 康纳就是赖床不起。 即便两个人的生活习惯有着许多不一样, 但想到原本一成不变和一眼看得到头的生活, 现在充满了令人期待的未知。 游美子又觉得很有趣, 短短两周,两个人的变化, 身边的同事朋友是最早发现的。 早上从不主动打招呼的康纳, 今天竟然破天荒地说了早上好, 而从不迟到的游美子开始迟到了, 还被同事误会是否谈了男朋友。 游美子在相亲的过程中, 被嫌弃年轻时曾经度过胎, 南方妈妈反对他们交往, 可是她的宝贝儿子世村不这么认为, 除了为母亲的行为道歉, 还向游美子表态她不介意这一点, 毕竟每个人都有过去, 重要的是现在怎么样。 游美子自从高中那件事后, 因为害怕伤害就没有再谈过恋爱, 所以面对世村的追求, 她一时也不知道该接受还是拒绝。 康纳突然告诉游美子好消息, 她这次很有可能获得参演舞台剧的机会, 多年的坚持现在看到了希望, 康纳实在高兴, 原来是他们的剧团编剧《村上所编》的故事, 被赞助商看中了, 还让她负责这次舞台剧的导演。 所有剧团的舞者都有选拔参演的机会, 大家都表现得很兴奋, 能去著名的青山剧场表演, 那是多少人的梦想, 然而所谓的梦想并不是单纯的努力就能实现。 赞助商金主约村上今晚吃个饭, 顺便介绍一个人给她看看。 村上充满疑惑的赋约, 对方也没有说明什么, 直到今晚的主角出现, 表示会参加舞台剧角色的选拔, 金主想应该不用再向村上说明什么了吧。 第二天, 上班的游美子看到一辆熟悉的小车, 车窗还没有完全关上, 往里面一看, 果然是上次救的小狗, 原来是村上来图书馆为舞台剧借书参考。 没想到村上还有写作的爱好, 游美子对她印象好了不少, 馆内的同事一脸八卦地看着他们俩, 心想终于搞清楚了游美子最近为什么老迟到了。 为了预祝村上导演的舞台剧成功上演, 康纳请村上去打工的居酒屋吃饭, 一看康纳身边的陌生男, 浊廊危机感爆发, 主动透露已经跟康纳认识十年了, 对村上说话没有来得充满意见, 而且不管他们点什么菜, 浊廊都说卖完了。 康纳准备喊上好朋友介绍给村上认识, 于是向村上借十块钱打电话, 在招呼客人的浊廊一听迅速反应, 抢先把钱塞到了康纳手里, 这就是男人之间莫名其妙的好胜心。 没过多久, 优美子就来了, 康纳正想跟村上介绍介绍优美子, 却发现他们两个早就认识, 康纳这才知道, 是他们上次一起救了一只小狗。 加之, 村上爱看书的关系, 说到看书, 村上也劝康纳该去看一看, 康纳却表示, 要是能看得下去, 她今天就不会在这里了。 于是接下来, 村上和优美子交谈的话题, 康纳越来越听不懂, 一句话也插不上去, 卓朗也勃忘了捣乱, 大赞村上和优美子真的很般配, 一旁的康纳也不由自主地有了醋意。 有些小得意的卓朗, 趁康纳刚上了洗手间的时机, 约她这个周末去看电影。 心思不在这里的康纳草草答应, 接着就跟村上他俩说, 差不多, 该回去了。 回家之后, 康纳破天荒地早睡, 优美子却打算逗逗她, 将台灯一关一开一关一开的, 把康纳都坏了。 看着卸妆之后的康纳, 优美子感叹她本来就很可爱, 根本就不用化浓妆去掩饰什么。 优美子做不到像康纳一样坦率, 她早已看出康纳喜欢村上, 刚才一定在吃醋吧。 她羡慕康纳有喜欢的对象和事业, 更有清晰的目标, 不像她没有什么梦想, 爱情方面也是家人安排的相亲对象, 虽然对方各方面都不错, 但却没有心动的感觉, 康纳感觉她今天怪怪的, 不像平常的她, 心动的感觉不一定一开始就有的, 劝她先去尝试交往看看吧。 于是第二天, 优美子就答应了市村的邀约, 一起去听了一场音乐会, 渐渐地发现彼此许多爱好都一样, 弹得也越来越投机。 在化妆的康纳想起昨晚好朋友的话, 特意把妆化淡了, 她的改变村上也发现了, 心里还是有点小高兴的。 为了能入选参演这次舞台剧, 回去之后, 康纳不但让好朋友帮忙排练台词对白, 在优美子睡后, 她还一个人到楼下加练, 康纳的意志和努力, 也在启发着这位好朋友, 她的人生也该追求些什么。 康纳因为太投入了, 忘了今天与卓郎还有约, 优美子可能有些不忍心, 怕电影票浪费了, 于是陪卓郎去看了一场电影。 卓郎发现, 优美子和康纳看电影的神情简直一模一样。 在回去的路上, 卓郎将这个发现告诉优美子, 他们两个本来背景性格都大相径庭的人, 正在互相影响变得越来越像。 离开前, 卓郎突然严肃地拜托优美子, 别看康纳平常嘻嘻哈哈的, 其实内心一直很寂寞, 希望优美子可以多多照顾。 优美子义无反顾, 康纳现在可是她最好的朋友呢。 加烈回来的康纳发现了这一幕, 坏坏地说, 优美子真风流, 表面老实乖巧, 交往对象还不止一个呢。 优美子都懒得理她, 递过一张电影宣传单。 这一晚, 醒来的优美子再次发现康纳不在睡觉, 以为她又加恋去了, 结果是因为明天就要开始选拔, 紧张地睡不着。 顺便看看自己满是伤口的脚, 优美子拿出了今天到神社求来的护身符, 保佑她明天能够通过。 第二天的选拔, 无论是外来的还是原剧团的, 大伙都非常卖力, 最终也不少伙伴被选中。 可是村上却很意外的, 没有选择金主推荐的人, 之后就轮到康纳了, 成不成, 就在此一搏了。 而此时在图书馆, 因为优美子穿裙子的关系, 只能换恐高的同事颤颤巍巍地把书放上去。 就在同事一边工作一边吐槽时, 门口方向传来了与图书馆氛围格格不入的声音。 理想是美好的, 康纳当选了梦梦以求的主角, 村上也以为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指导这部剧史, 所有人就收到通知, 这次的事儿黄了。 原因是金主突然表示不赞助了, 对村上早有嫉妒之心的剧团首席, 还不忘嘲讽是村上的咎由自取。 康纳可不知道这其中的缘由, 努力了这么久, 说谎了就谎了, 凭什么? 康纳一股脑袋冲到了金主的公司, 准备去找他奖礼。 可惜对方出差了, 康纳又马上跑回家, 找优美子借车费, 然后就马上再出发, 赶去对方所住的酒店。 优美子很担心, 在居酒屋约了卓郎还有村上, 商量应该怎么办? 村上让大家放心, 按康纳的性格, 估计揍对方一顿就会跑回来了。 而此时的康纳终于明白, 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不单纯的, 什么看上的剧本都是借口, 那只是为了讨好客户的一场交易罢了。 于是, 康纳表示愿意让出主角的位置, 只要对方愿意继续出资, 但村上的行为把他激怒了, 对方现在想要更多, 就看康纳愿不愿意为喜欢的人付出更多了。 康纳在心里挣扎考虑一番, 再次确认是不是和他睡一觉就可以了。 金主一脸严肃表示, 当然了, 他可是最讲诚信了。 优美子等了康纳一夜, 终于在刚刚天亮之时, 回来了, 康纳没事人一样表示贪妥了, 虽然他没办法去演女主角了, 但村上的公演算是保住了, 优美子不信, 康纳去抗争几句, 对方就能答应, 不断追问究竟发生了什么。 康纳把好消息告诉了村上, 告诉他用让出女主角, 换取对方的继续赞助。 村上还想继续追问, 康纳就起身, 对他说了几句鼓励的话后, 离开了。 于是村上想向优美子打探 是否知道些什么, 但是无论如何, 这次的舞台剧他也不打算接了, 他不想向这种肮脏的交易屈服, 优美子急了, 这样一来康纳的牺牲不是全白费了吗? 接着就把康纳的事说漏嘴了, 村上马上上门兴师问罪。 但对方强调康纳是自愿的, 而且村上的剧他也不打算出资了, 早在村上不用他推荐的人, 他就请其他人了。 无力改变这个事实的村上, 把这个沉重的消息告诉了康纳, 无法接受这一切的康纳, 又想跑去找对方理论。 把昨晚一切都看在眼里的灼狼, 在车上劝康纳早点放弃村上, 因为他能看到前方等着康纳的一定只有痛苦而已。 但卓郎知道, 他不可能说放弃就放弃的, 只能表态康纳无论什么时候, 再喜欢谁, 又在什么地方, 他都会一直站在康纳的大一方。 当天晚上, 面对一顿热腾腾的晚饭, 康纳不但没有胃口, 连电视上逗得哈哈大笑的节目, 都被他衬托得有些沉重。 所以, 游美子打算为此做些什么? 或许是跟康纳相处久了, 极少请假的游美子, 为康纳撒谎请病假, 只为能陪他出去好好玩一趟。 想要开心, 怎么少得了游乐场云霄飞车? 再玩一玩碰碰车, 再咬一口就有好心情的冰激凌, 为了好朋友, 游美子不惜血本地带康纳去买衣服血拼, 好好体验了一把大手花钱的快乐, 他还打算把世村介绍给康纳认识, 为了衬托好朋友, 康纳特意换了一身白领的打扮, 可惜世村又有急事无法赴约, 让两人随便点一些什么, 签他的单。 就在两人准备好好吃一顿, 康纳看见了那个不守信用的油腻男, 正跟他客户的女儿, 一边商谈他做女主角的事, 一边数落村上, 还嘲笑康纳这种出身的人, 也妄想一眼什么女主角。 康纳强忍内心的愤怒, 可是一向理智的游美子, 已经快忍不住了。 做完这一切后, 游美子气冲冲地离开了餐厅, 走着走着才反应过来, 她自己竟然也会做出这种事, 换做以前的她, 真的是想都不敢想。 康纳已经在一旁放肆地笑了起来, 称赞游美子做了她想做又不敢做的。 游美子确实改变了许多, 这一点连同事都发现了, 她还是第一次知道, 图书馆会向客人推荐图书的, 被游美子一说, 同事也在思考她该不该, 也学习学习了。 游美子的相亲对象, 世村今天将要到她家里拜访, 这把康纳紧张得够呛, 不但照着游美子风格打扮一番, 还特意将自己的说话声音变细, 接着帮忙整理起家里, 像极了为女儿操心的老母亲, 就在游美子出去买东西时, 世村就先行到达了, 这可把康纳紧张得不要不要的, 把对方送的兰花说成了百合, 尽量保持仪态地与对方尬聊着, 此时的康纳紧张尴尬地, 都快用脚趾抠出个三十一听了。 还好这时游美子回来了, 听着古典乐, 游美子和世村在谈论着巴赫和李斯特, 康纳却完全听不懂在说什么, 只能点点头表示, 终于等到游美子把世村送走了, 离开前世村告诉游美子, 和她交往是奔着结婚去的, 希望她能考虑, 虽然刚刚演得好辛苦, 但康纳真心觉得他们俩太般配了, 无论是气质还是喜好的方面, 突然电话响起, 电话那头是姑姑通知父亲倒下住院了, 于是游美子连夜赶了过去, 姑姑见到之后告诉她已经没有大碍了, 原来父亲有些操劳过度, 休息休息就好了, 只是当时发现时有一些手足无措, 忍不住告诉了游美子, 看看病床上的父亲, 游美子在脑海里突然想到了许多, 她先是给守在家里的康纳报了平安, 接着就跟刚睡醒的父亲说, 她决定嫁给父亲介绍的世村了, 父亲说, 世村的为人确实很不错, 但她希望女儿是真的喜欢才做的决定, 不要因为她而受到干扰, 对于女儿的婚事她还是很开明的, 然而知道此事的姑姑却很反对, 因为世村妈妈知道她高中时曾剁过胎, 所以一旦结婚了, 无论是婆媳还是夫妻之间出了问题, 对方都会拿出这一点来说事, 到时候的游美子要怎么处理呢? 游美子不明白, 她是犯罪了吗? 因为这件事她就抬不起头了吗? 姑姑当然没有这个意思, 也真心为了侄女着想, 尽量替侄女规避不必要的风险。 康纳下班时, 高兴的样子被卓郎打去, 说她比谈恋爱还要兴奋, 康纳期待着与好朋友分享今天的事情, 却发现家里的灯是关着的, 以为游美子还没到家。 康纳还以为是游美子的父亲出了什么事, 游美子无精打采地说了, 不打算结婚的决定和原因, 刚想说下去, 康纳就表示每个人都有过去, 无需太在意。 游美子想起当年真的很喜欢那个同学, 她非常想把跟那个同学的孩子生下来, 可是被双方家长发现后, 因为压力, 连那个同学都妥协了, 反对生下这个孩子, 于是她只能痛苦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被迫打掉了孩子, 可康纳却觉得游美子是在怪罪别人, 就算是全世界都反对, 只要坚持, 就没有人能阻止她把孩子生下来。 她现在这么说, 只是为了减少自己的罪恶感, 把自己当成了悲剧的主角罢了。 游美子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 康纳根本不了解她, 因为她从那之后, 根本无法和男人交往, 和康纳这种随便与陌生男人睡觉的人不一样, 说着说着, 两人开始互接伤疤, 越来越失去理智, 真心的, 伪心的, 全都说出来了。 就这样, 两个好朋友经历了第一次的不和, 康纳不客气地把卓郎家当作避风港, 游美子在家里化悲愤为食欲, 康纳和游美子吵架后, 身边的人都在当着和事佬, 图书馆的同事也分析, 女人间的友谊, 如果不牵扯到男人, 闹一闹, 让一让就过去了, 而被康纳搞得一个头两个大的卓郎, 分别找到了他们俩, 都说对方愿意低头道歉, 还亲自请吃饭, 撮合他们今晚见一面, 两人见面各种不认输, 接着看彼此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 因为互相都在等着彼此道歉, 最后才确定, 是卓郎为了当和事佬说的谎, 于是这一席说和宴马上就不欢而散, 两人其实心里都想休战, 可是心里不认输的尽头, 一时又放不下来, 直到两个人走着走着, 在那个老地方相遇了, 两个人见面不由自主地互相笑了下, 又互相道了一句笨蛋之后, 就算是和好了, 像优妹子同事说的, 女人间只要不牵扯到男人, 一切都好说, 然而就像是为了印证这句话一样, 编剧把这个戏份给安排上了, 由于接下来的剧情过于狗血, 所以将会跳过许多情节, 也是本剧最掉分的情节, 简单的说, 就是康纳一直喜欢的村上, 经过多次的接触后喜欢上了优美子, 还为此写了一部以她为原型的剧本, 而优美子本身已经有了交往对象, 世村, 自从高中的那件事后, 这一次也是多年之后第一次与男人交往, 可就是像她与康纳谈过的一样, 对方人是很不错, 但就是欠缺了心跳的感觉, 于是在村上让优美子对她写的剧本提一点意见后, 趁优美子感动于剧本故事的时机, 一把抱了上去表达了心意, 这一抱让优美子再次有了心动的感觉, 虽然当晚村上及时刹了车, 但第二天又去图书馆主动邀约了, 这导致尤美子与世村约会时一直心不在焉, 尤美子忍不住着借口先行离开, 奔向于村上的约会地点, 在跑的过程中掉了一只耳环, 而这只耳环是今晚康纳帮她戴上的, 这迫使她为了友谊压制住了这一份冲动。 为了和康纳的友谊, 尤美子做了个决定, 世村因为要去美国进修学习两年, 特意上门询问尤美子是否愿意跟她一起去, 这也意味着在此之前需要做是否愿意嫁给她的决定。 本来不抱希望的世村却意外得到了尤美子肯定的答案, 康纳得知了这个好消息之后, 也主动分享给了村上知道, 村上满脸透露这一股不甘心, 对康纳喜欢她的事也表现得不拒绝也不同意, 导致康纳总觉得和村上的事还有希望, 而尤美子表面上和世村的事已成定局, 可是越想忘记逃避的事, 却只会越显得在意, 世村也在隐隐之中感知到了些不对劲, 可是因为太喜欢尤美子了, 心里安慰是自己太着急。 很快, 在一次一起去看球赛的时候, 因为有事来迟的世村看到了在等待她的尤美子和村上, 隔着护栏那欲言又止的模样, 世村明白了个大概, 于是世村主动提出不想勉强尤美子, 是她唐突了, 因为太喜欢尤美子忽略了她的真实心意, 尤美子心知她这种三心二意的行为伤害了世村先生, 告诉康纳不要向她学习, 鼓励她对村上的追求, 要更加努力, 康纳不知道尤美子与世村现在这样, 就是因为村上的原因。 尤美子在和同事的谈话中, 她很清楚, 现在对于她来说什么是更重要的, 爱情与友情, 她选择友情。 紧接着, 村上的剧本被抄袭的事件, 让事情又有了变化, 康纳本来好心四处为村上的剧本推销, 结果被剧团的编导习稿抄袭, 用自己的名义排了一部剧, 村上放弃抵抗, 因为她没有证据证明。 这除了让康纳自责内疚之外, 尤美子也控制不住, 跑去找村上, 问她为什么要轻易放弃, 那个以她为原型创作的剧本。 但是, 面对彼此间再次涌现的感情, 尤美子还是控制住了。 可是, 在之后尤美子为了鼓励安慰康纳, 亲自带了好吃的来剧团找她, 然而看到的不是康纳, 而是村上。 此时刚刚离开剧团的康纳, 看到了路边摊的章鱼小丸子, 为了也给村上带上一份, 碰巧就看到了在村上一次次进攻下, 被亲上的尤美子。 感觉被好朋友背叛的康纳, 不想听什么解释, 最终在村上和尤美子的追赶下出了意外。 卓朗早就知道, 康纳喜欢这个村上没有好下场, 果然又是因为这小子三心二意, 优柔寡断, 害人又害己。 康纳手术过后, 虽然没有什么大碍, 但恰恰明天就是剧团正式成员的选拔, 这一来一去康纳多年的梦想又没戏了。 对于村上和尤美子, 康纳也是打死不想再见, 然而恢复理智的卓郎, 为尤美子说了几句, 一直以来, 尤美子为了康纳都尽力逃避真实的感情, 每天还要听她与村上所发生的一些小事情, 这何尝不是一种痛苦? 无论怎么说, 康纳一时也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 面对尤美子每天送来的美味料理, 她是一口不吃, 尤美子给她带来最喜欢看的杂志, 她也不稀罕, 但其实康纳生气的并不是尤美子和她一样喜欢村上, 而是对她的隐瞒。 想通了这一点的尤美子, 隔着窗帘道出了一直以来的想法, 将真实的心路历程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康纳, 之所以说谎是因为喜欢康纳, 不想失去康纳。 于是第二天, 医院发现康纳跑了, 尤美子通知了所有人, 包括村上, 就在大家帮忙寻找时, 村上一开门就发现了康纳, 而一脸担心的尤美子, 回到家也看到了康纳贴在门上的留言。 尤美子匆匆赶到了目的地, 她不知道康纳要干嘛, 康纳却率先来了个道歉, 一直以来尤美子一定不好受吧, 而她身为好朋友, 却一直没有发现, 他们可是真正的好朋友啊, 怎么可能因为这种事就闹翻呢? 接着她又拿出亲手做的, 本来是为了尤美子和世村结婚用的投杀, 并喊出了早已等在一旁的村上。 她亲自握着两人的手, 扮演着证婚人, 见证了他们此刻成为了夫妻。 康纳用成全的方式, 守护着属于她和尤美子的友谊。 自那之后半年, 村上和尤美子也是真的结婚了, 而康纳也离开了, 没有她的消息, 卓郎也不在原来的居酒屋工作, 那只能猜测和康纳一起了吧。 又过了一年, 尤美子现在全职画画, 她的第一本书也快要出版了。 这天, 在回去的路上她看到了康纳, 她一路紧张地追过去, 但直到最后康纳走进一栋公寓楼里, 她却不敢开口, 她突然害怕, 不知道怎么面对康纳。 康纳逛着便利店, 看到了一本尤美子的绘本, 里面的故事, 完全就是以她和尤美子为原型的。 看到这些后, 康纳真的是很想念尤美子啊。 村上自从和尤美子一起之后, 好像失去了所有创造力, 没有再写过一次剧本, 所有排的剧本全都是国外的翻译剧, 这使得她渐渐对实现了梦想的尤美子, 产生了一些异样的情绪, 于是在尤美子与她谈了康纳的事之后, 过了不久, 或许是为了散心, 亦或是鼓励同样郁郁不得志, 放弃了舞蹈梦想的康纳, 她就亲自找到康纳, 谈了谈。 康纳不再逃避, 时隔多日之后, 再次回到了那栋公寓楼里, 尤美子为了能让康纳找到她, 也一直没搬走, 就在大家以为两个好朋友可以这样放下过去, 过上平静的生活时, 闲不下来的村上辞去了剧团的职务, 晚上还喝得烂醉表达着想与尤美子离婚的意思, 本来以为喝醉了乱说话, 但第二天, 清醒的村上却说是认真的, 她很爱尤美子, 但现在却嫉妒她, 嫉妒她可以忙碌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 她害怕继续这么下去会讨厌尤美子, 所以她决定去美国重新学习, 希望能回到原来的路上, 这个理由听到我想起了某个评论, 已经看得我都想给编剧寄原子弹, 而不是寄刀片那么简单, 既然那么看中梦想, 是不是当初就不要搞三搞四, 祸害康纳和尤美子的感情呢? 尤美子现在即便不能理解, 但也表示会跟随她一起去, 毕竟已经是夫妻, 可是这货偏不要, 理由是尤美子的事业做得好好的, 没必要跟她去受苦, 第二天, 尤美子找康纳倾诉, 康纳却表示能理解, 村上为什么要走到这一步, 一切都是为了梦想的缘故, 虽然当时不能接受, 但在家失眠的尤美子似乎也想通了, 真正的爱不就是一直成全吗? 所以她同意村上去美国, 但并不是因为他们感情出了问题, 尤美子告诉了康纳这个决定, 卓朗也好奇, 为什么她可以做到这一步, 也不后悔做到这一步不求回报的付出, 尤美子的做法也影响了卓朗, 本来求婚戒指都准备好的她, 在为村上践行的这一晚, 她没有拿出那一枚戒指, 而是递给了康纳一双, 表面上抗拒放弃, 背地里念念不忘, 代表她舞蹈梦想的那双舞鞋, 就这样, 卓朗没有勉强康纳跟她去其他城市发展, 尤美子也不舍送别了村上, 康纳重回舞蹈这一行, 尤美子也专注于绘画相关的工作, 这天, 刚去出版社交接了稿件的她, 在回家的路上, 突然感受心脏传来了一股不适, 到了医院后, 初步确定是心脏出了问题, 还顺便发现她已经怀孕了, 尤美子对这个消息是高兴的, 但为了不干扰村上的学习, 她决定暂时不告诉村上这个消息, 无奈的康纳表示, 那只能让肚子里的孩子多一个妈妈了, 她一定会尽力帮忙的, 可是之后的检查结果出了, 确定尤美子患有心房间隔缺损的心脏病, 这种病只要不剧烈运动, 保持好生活作息的规律, 一般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可是如果怀孕生产的话, 还是会有许多不确定性, 为了安全最好还是放弃, 高中的那一次已经不能挽回了, 如果这次她还放弃, 她一定会生不如死, 而这件事刚好被回国, 在这家医院任职的市村发现了, 她把事情告诉了康纳, 希望她能劝一劝, 让尤美子不要冒生命的危险, 直到这件事后, 康纳跪下肯求, 求尤美子不要把孩子生下, 可是尤美子用当年他们不和的话安慰康纳, 这一次她真的是想坚持一把, 而且只是有一定风险, 让康纳不要太担心了, 肚子里的孩子, 在两个妈妈的陪伴下一天天的长大, 经过大伙小心翼翼的照料, 尤美子的各项身体数据都还说得过去, 在这期间, 康纳因为原定的主角受伤了, 本来只是配角的她, 被导演看中了她的努力, 特意选择她顶替原先的主角, 突如其来的惊喜, 也是一种巨大的压力, 面对这种不安的情绪, 唯有尤美子能够治愈。 很快到了歌舞剧公演的日子, 而现在的尤美子恐怕无法到现场支持了, 肚子里的孩子似乎也等不及了, 赶着要在康纳登上舞台之前, 来到这个世界。 于是, 康纳在手术室之外等了一夜, 终于在一阵新生儿的哭声后, 等来了好消息, 母子平安, 康纳也第一次看到那个, 注定与她命运绑在一起的孩子。 为了纪念她们友谊, 尤美子为孩子取名优奈, 看着平安的优美子, 康纳可以放心地带着她的祝福, 去登上那个既期待又紧张的舞台。 然而就在康纳离开不久, 优美子突发状况, 心跳加速, 呼吸困难, 被送进急救室的她, 口中一直呼唤着康纳。 而在紧张等待上台的康纳, 像是听到了优美子的呼唤, 想起她说过, 虽然人不在场, 但在心里, 一定会看到自信的康纳在舞台上飞扬。 康纳带着那一份优美子给她的守护, 在舞台上自信地舞动着, 而在医院弥留的优美子, 好像也看到了这一幕, 这一刻她非常的满足, 她这辈子能够遇见康纳真的是很幸福。 公演大获成功, 可是康纳万万想不到, 接下来迎接她的就是优美子病危的消息。 来不及换衣服, 此刻她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到优美子身边, 而优美子一直坚持着, 只为等待那个在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出现。 见到康纳之后, 优美子恳求在场的医务人员, 给他们最后单独相处的时间, 众人无奈答应。 优美子挣扎着夸赞康纳太棒了, 康纳在舞台的样子她全都看到了。 还有最后留给康纳的话。 数年之后, 康纳在海边为优奈读着一本书。 书上的故事是属于她和优美子的故事。 每次看到第一页的那一句, 献给最爱的朋友康纳之时, 康纳都会陷入那一阵阵的回忆。 这本书就是优美子最后出版的那本书, 一本叫《永保真情的会诗集》。 是优美子用这样的方式, 永远记录保存着他们的友情。 妈妈! 看看! 什么? 是吗? 而优美子死后留下的女儿优奈, 正向优美子赋予她名字的意义, 是两个好友一生有情的最佳见证。 也代替着优美子继续陪伴在康纳的身边, 让康纳永远不会再孤独寂寞。 这是两个女人的故事, 康纳和优美子之间的强烈性格对比, 在人生道路上也有着不同的选择。 优美子内在的性格强烈, 做事认真负责, 一丝不苟。 所以, 她在事业上春风得意, 一路高升, 但是, 却让爱她的男人望而却步, 甚至产生强烈的自卑心理, 并最终离开了她。 这是导致她悲剧的根源, 而康纳的外在性格强烈, 开朗粗心的个性, 让她在生活中充满了挫折, 是优美子的鼓励, 让她度过重重难关, 是她自己性格里的豁达, 让一度仇恨的两个人, 又走到了一起。 正是两个人在性格中冲突与互舞, 构成了这个温馨又充满了爱的故事。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就帮忙点赞转发支持一下吧, 你们的支持是频道一直坚持更新的动力哦, 咱们下一期不见不散。